在美国的这条街区 就算给你一辆法拉利 你都不敢把车开到大街上 因为可能当你正和副驾驶的女朋友缠绵暧昧的时候 你的脑袋就会被一把枪抵住 最后女友会被强制掳走 你的法拉利一天之内就会被摘掉车牌 换掉轮毂 覆盖上新的车架号 然后被打包装进集装箱 最快十七天就会飘洋过海八千公里 走私到非洲的加纳 成为当地独销大佬的作家玩具 汽车走私是一个全球性的地下黑市产业链 人口走私 军火走私 毒品走私 这个铁三角一样规模宏大 但其量级同样不容小觑 据统计全球每年走私的脏车价值达到了191美金 这相当于一些小国家一整年的GDP 需要强调是 这些黑市产业并非独立存在 而是同俄相继 不仅在利益上相互绑定 在势力上更是互相构结 比如汽车走私便会涉及到车辆盗窃 拦路抢劫 枪战谋杀 甚至帮派之间的火拼 在脏车交易黑市中 当属美国的势力最为昌绝 据统计2010年 美国平均每45秒钟就会发射一起倒车案 其中只有不到一半的车辆能被警方追回 而大部分都会流落到非洲 成为毒销和黑帮大佬们炫富的工具 在美国车辆盗窃的10个高发地中 有7个都位于加利福尼亚州 作为美国经济发达 遍地豪彻大洲 这里无疑是倒车贼的天堂 在他们眼里 宝马 奔驰 奥迪都是烂大街的货色 宝石杰 法拉利 布加迪 才是他们真正的梦中情车 这名带着骷髅头套男子叫沙吉玛 是倒车行业里的名资深人士 被同行们称为加州侠盗列车手 他有一座有名 只有泡不到的妹子 没有倒不走的车子 可见他对自己的倒车技术有多么自信 沙吉玛最常去的狩猎地点 便是各种豪车车展或者富人区 他本身宁缺勿滥的从业宗旨 几乎每次出手都能有所收获 他说一辆普通的现代或者本田汽车 满打满算只能卖1200美元 但在豪车展上随便搞一辆车子 都能卖起码15000美金 反正都是冒险 偷一次能抵十次何乐而不为呢 当然越是高档的车 其安防系统也越完善 像廉价普通车辆 倒车贼还能通过改追等工具手动启动 但像宝马路虎等高端车型 只能对应采用高端的解锁工具 比如这个进口自中国的OBD 也就是车载自动诊断工具 只需插进行车电脑 选择对应的车型 然后根据提示关闭警报器 匹配新钥匙就能重新启动这辆车 切走车辆后 杀起码会第一时间把货交给下游的合作商 进行销赃处理 眼前这个带着骷髅头套男子 是美国脏车黑质中的一名销赃店老板 他叫金克拉 顾名思义 倒车贼偷懒的车只要经过他的手 分分钟就能变成让警察和原车主都认不出来的改款车 嚣张的手段千千万 便宜普通的车 比如大众现代本田分田 赚回本最简单粗暴 而且能避开警察的方式就是拆开卖零件 本来一辆整车只能卖1200美金的二手脏车 拆成零部件分分钟就能卖出5000美金的高价 当然如果遇到一些保养情况良好的部件 金克拉也会自己留下来给客户的车辆改装用 在这一行做了这么多年 金克拉早已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 只要不是特别稀有的车 他只需便宜眼就能精准估算出车辆整体价格 以及拆成零部件的价格 当然除了车辆嚣张业务外 金克拉同时也在从事招车走私的项目 他手下有一批身经百战的侠盗猎车手 专门物色并偷盗一些知名豪车 他会与非洲的黑帮和毒枭大佬们深度合作 偷来的是会以高昂的费用出口给对方 这远比嚣张这种苦力活来钱快 当记者问及到如何规避豪车上的GPS定位系统时 金克拉自信的说 我能在这一行混这么多年不被抓 多多少少还是有点小人脉的 值得一提示 脏车黑市带来的负面影响远不止汽车盗窃案这么简单 由于其背后的利益十分庞大 这也导致各大黑帮都想从众分一杯羹 为了得到一台百万豪车 黑帮成员不惜使用拦路抢劫谋杀枪阵的方式 甚至还经常当机和警方上演现实版的速度与激情 这种情况在加州的圣玛利亚尤为常见 据统计圣玛利亚平均每天都会有三辆车被盗窃 警察不是在破案 就是在破案的路上 枪战声警犬的叫声和汽车的轰鸣声常年此起彼伏 眼前这名男子便是当地一个名叫美好时光帮的帮派成员 他叫马沙基 是帮派中负责截车业务的负责人 他说我们干的都是接单杀人的活 杀一个人一单就能赚数十万美金 对倒车这种小业务本来并没有什么兴趣 但杀人讲究的是速将速决 避开警察追击同时还能不留下钻线索 说一辆抢劫或者偷欠来脏车便是最好的交通工具 随用随取用完机器方便快捷 日益猖獗的造计案件让美国警方非常头疼 他们想过很多种方式从源头上阻止案件的发生 但效果都不明显 无奈最后只能把目光聚焦在出口的码头上 毕竟脏车走私背后的需求者和金主几乎都在国外 如果能掐断这条线 国内的案件自然会随之减少 装载走私脏车的容器 就是码头这些密密麻麻的集装箱 想要从中精准找的脏车难度很大 你看这个集装箱里表面上只装载了一辆银色的奔驰 但实际上当海关警察把奔驰开出来后 发现里面还藏着一辆红色的杜卡迪摩托车 更令人震惊的是 在作为车档物的摩托车后面 居然还藏着一辆黑色的路虎 一个集装箱里三辆车 只有这辆奔驰是合法的 而路虎和杜卡迪都是从街头盗窃或者抢劫到手 准备走私出口到非洲的非法脏车 这些车除了被窝藏在集装箱内部之外 位于挡分剥了一下的车架后 都被覆盖上了新的伪装号码 甚至车门旁边还贴上了新的出厂信息 用来掩人耳目 在美国最大的新泽西港口 每年要处理超过60万辆出口汽车 如此庞大数目 边境海关很难做到每个集装箱 每辆车都进行细致入微的检查 所以这也导致很多脏车走私贩 把目光瞄准到了新泽西港口 走私贩们会花钱买通港口对应部门的负责人 对方会安排一个缅腆集装箱 用来装载走私的车辆 经过17天8000多公里的海上漂泊 这批走私脏车会抵达位于非洲加纳的特马港口 这边的走私对见人会按照既定的标号取走集装箱 至此这台豪车便成为了非洲独销大佬生下的最新座驾了 非洲是全球脏车走私最主要的终点站之一 这里纷争不断发展落后 但一些帮派头目诈骗集团老总通过非法手段报复后 对豪车有一种极高的心理需求 再加上非洲的工业化水平较低 大多数车辆都需要进口 所以国家对汽车进口关税设得非常高 一辆价值三万美金的车 税费就高达两万五千美金 合法交税购买相对于变相给政府交钱 这种事显然不是这些熊和政府叫板的黑棒的作风 所以脏车走私便成为了他们主要的购车来源 十年三十五岁特林补 是加纳当地名有头有脸的脏车进口商 他手中的购户质量很高 包括帮派头领诈骗分子本地富豪以及一些政府高官 这些人花钱不眨眼只要能按照其要求搞到对你的豪车 加价几万美金都不在话下 背靠这些优质客户 特林补在当地混得分身水起 他自己开着一辆V8路虎懒胜 他说在我们这个骗区面子大于一切 而一部豪车就是自己尊贵身份的象征 这就是美国和非洲加纳之间的脏车黑市产业 一个及黑帮走私贩和政府之间极限拉扯的黑色世界 好了喜欢本人屏请点赞关注和评论 牛车展代金是更大的世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